然而了解还远远不够 在我国持续多年的大规模种树 让森林覆盖面积不断增加 尤其在过去十年 中国人种树到底有多厉害呢 我们数给你看 2010到2020年 中国新增森林面积19.37万平方公里 让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一点 1949年 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8.6% 到了现在 这个数据变成了24.02% 新增的森林面积可以铺满整个西藏 如果把这个成绩放到全球对比 是个什么水平 这张图代表1990年到2015年 全球森林面积的消长情况 最大的蓝圈落在中国 大小还远远超出其他国家 这个远远超出有多夸张呢 大家不妨通过这张图来感受 2010到2020年 中国新增林地 1936万7800公顷 比其他所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 那中国种了这么多树 到底带来了什么变化 最直观的变化 就是中国八大沙漠 有一半以上都有慢慢变绿的趋势 除了让沙漠变绿 种树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固沙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 多年平均出沙量16亿吨 经过几十年的植树固沙 2016年 黄河的年出沙量降到了1亿吨 除了固沙 种树还能防沉 每年3到5月 是我国沙尘暴的高发期 上世纪50年代 北京一年当中有56天都在吃土 最强的一次沙尘暴 持续了51个小时 总降沉量3万吨 平均每个北京人 兜里都能分到两公斤沙子 大规模植树造林后 风沙预设了防护林 风速减弱了70%到80% 如今北京每年的沙尘暴天气 一般不会超过三次 这些变化的背后 是一场时间和汗水的拉锯战 更是持续了三代人的超级工程 工程所到之处 管它是戈壁沙漠 还是雪域高原 都展开鼎鼎绿翼 而我们既是见证者 也是参与者 这个视频139秒 当你看完这个视频 相当于中国又种下了 10286棵树